我好像在敗票喔 嗨大家好我是迷學 你們知道11月24號是什麼日子嗎 是四年一度的九合一大選的日子 然後今年呢除了九合一大選之外 也同時有10個公投案在進行 這些選舉跟公投的投票規則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說明一下這些規則 第一個呢就是選舉的話你要年滿20歲以上 你才可以去投票 但是公投只要18歲以上就可以投票囉 所以18歲以上20歲未買的人 在11月24號當天要記得去領你們的公投票 來投下你們深深的意見 然後要記得在11月24號要攜帶你的身份證印章 還有投票通知單到現場喔 這次選舉的順序會是你先進到投票所之後 會先領取九合一大選的選票 然後你去圈選出投好票之後 再把你的票投下去 之後先不要急著出投票所 你要繼續去領公投票 然後再跑一次圈選流程再投下去 之後才可以離開喔 如果你在選完九合一大選之後就離開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再進來一次再領取公投票了 然後另外就是公投票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哪幾個公投案你要投 你可以跟現場的選務人員說 你要領幾號到幾號的公投票 是可以選擇的 不過你一旦你選完之後 你就不能再回來說你要其他張了 然後我們這次總共有10個公投 分別是公民投票案的第七案到第16案 第七案呢 它的問題是 你是否同意平均每年至少降低1%的方式 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的發電量 如果你同意說 火力發電廠的發電量要逐年降低的話 你就圈選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的話 那就圈選不同意 第八案 您是否同意確立停止新建擴建任何燃煤發電廠 或發電機組 包括深澳電廠擴建的能源政策 這也是跟能源有關係的 如果你同意要停止擴建的話 你就圈選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要停止擴建 你支持他繼續擴建的話 那你就圈選不同意 公投第九案 這個問題是說 如果你同意應該要禁止開放 就是維持不變 繼續禁止開放的話 你要圈選同意 如果你覺得可以開放的話 你要圈選不同意 公投的第十案 他的問題是 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 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所以如果你認為婚姻只能是一男一女的話 你圈選同意 如果你不這麼認為的話 那你是圈選不同意 公投案第十一案是 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 這裡只能是國中級國小 教育部級各級學校 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 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 如果你覺得 國小國中 應該要有性別教育這一塊的話 你要圈選不同意 如果你同意 國小國中不應該有性別教育的話 你要圈選同意 第十二案 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之 其他形式來保障同性別兩人 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利 這個的意思是 同志婚姻的話 他不應該被包含在民法裡面 應該要另外立一個專法 所以如果你同意立專法 來另外規定同志的婚姻的話 那你圈選的是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 他們應該要另外立專法的話 那你要圈不同意 公投的第十三案 你是否同意以台灣為全民 申請所有國際運動賽事 以及2020年的奧運 如果你同意應該要用台灣 來當我們所有對外的名稱的話 你要圈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的話 你圈不同意 然後第十四案 就是 您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別兩人 建立婚姻關係 所以如果你支持同性婚姻 應該也受到民法保障的話 這個要圈選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的話 那這邊就是圈選不同意 然後第十五案是說 您是否同意以性別平等教育法名 定在國民教育各階段內 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且內容應涵蓋情感教育 性教育 同志教育等課程 如果你覺得在國民教育的時候 應該要教導性別平等教育的話 第十五案要全選同意 不同意的話 這邊是不同意 然後最後一個 第十六案 您是否同意廢除電業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 即廢除核能發電設備 應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以前 全部停止運轉之條文 如果你同意在一百一十四年之前 要廢除電業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 那就是說你同意在一百一十四年之後 核能也要繼續運轉的話 這個是全選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的話 這邊是全選不同意 這次的公投總共有十個法案 非常的多 大家在投票的時候 也一定要仔細的看清楚 每一個公投法案 到底他說的內容是什麼 支不支持這些決策 或者是你怎麼去看待這些問題 然後每個人可以投票的人 都應該回家投票 投出自己寶貴的一票 我好像在敗票喔 其實我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11月24號投票快要到了 大家記得要回家投票 其實18歲以上就可以開始投公投票了 所以大學生們也要記得回家 今天影片如果大家覺得 講得還算清楚的話 那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 有什麼意見的話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